有沒有辦法先把他帶進來啊 靠腰霸王龍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Olderman 看到我身後這兩隻了沒有 這兩隻就是我在私底下的時候去抓的 因為老頭想說這兩隻上一集也看過了 不是上一集 上上一集也看過了 那不如就說不多做 馴服的這個動作 因為我覺得做這些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不如就是直接把他抓下來 然後把玩給你們看就好了 然後呢我發覺一件很奇怪的點就是為什麼他的血可以這麼少啊 我後來在玩發現奇怪這隻到底是幹嘛 他到底有什麼功用我完全不曉得他到底什麼功用 而且很神奇的是他頭上會一直冒這個奇怪的泡泡 我真的不知道這泡泡是什麼東西 好啦不管啦反正總而言之呢這一隻剛剛經過測試之後呢 這一隻的效果 他很奇怪喔他的右鍵是 往前衝刺 然後撞到底 的傷害我是沒有測試啊因為他真的 很容易負重這次等級太低了 超級容易負重的而且看到現在卡升級不知道為什麼 該升級該升級的等一下負重 我的天啊實在是太重了 走路超慢的 不過我覺得他 好像也是屬於採集類的你看 他也是可以採木頭 果實類好像也是可以採集 可以嗎我覺得可以啊 採一下啊 他不可以採果實 哈哈哈哈 欸採一下給點面子啊大哥 算了 這隻到底是可以幹嘛啦 我覺得這隻超級多餘的說真的 好不好我就不多做贅述啦 這隻其實說真的 用你我不如用三角龍 用你我不如用 奧米加咆哮的 燕角護城龍 我也不要用你 好不好 因為你實在太弱了 我真的不知道抓你幹嘛的 你看你氣要都翻白眼了 啊是有多氣 好不好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這隻蝎子 然後這隻蝎子呢 一馴服了之後就不需要安 他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他跟一般的方舟生存經話不太一樣 是他直接就可以上去了 然後他的攻擊呢 以往的 以往的右鍵的這個 尾部的這個尖刺 我記得以前方舟生存 生存經話的這個 尾巴的攻擊是右鍵嘛對不對 還是沒有差忘記了 總而言之呢他所有的攻擊都歸類在左鍵這裡 那沒砍一下會不會造成暈眩我就不曉得了 所以說現在老頭非常的好奇 在好奇說 他可不可以像以前我抓風神異龍的那種方式 抓飛行生物 就是把他給他開那個巡邏模式有沒有 巡邏模式給他開下去 然後呢他看到野生生物就會攻擊嘛 然後看到野生生物攻擊的時候我就把他抓起來 然後讓他去用那個尾巴那個部分去遮那個風神異龍 然後風神異龍就會因為這樣增加暈眩值 欸以前老頭玩方舟是用這種方式抓的呢 有看過以前方舟生存經話都知道 那時候多刻苦啊 多麼克難啊 我開個巡邏看到會怎樣 他應該會亂走 記得沒錯的話 為什麼不亂走 有有開始亂走了 然後給他設定一個主動攻擊好了 他應該是怎樣 欸欸啊爆哥爆哥你為什麼 爆哥你怎麼了爆哥 你有什麼不滿講清楚嗎 為什麼要這樣子 啊 大概應該是調整這種設定然後我們去試試看 我們的目標 目標設定為我們的 啊那隻無齒一龍 在那邊在那邊 看他會不會攻擊 會不會把他遮下來 還是說 就直接 會攻擊嗎 欸會耶 可是好像不會急暈的樣子喔 這個測試如果成功的話呢 是一件很不錯的一個方法 抓風神異龍你把你的阿根廷巨英的這個負重點滿 欸不是 對負重點高 然後耐力點到2000以上 可以就是 跟這個風神異龍喔你來我往長途 長途激戰 然後打持久戰 完蛋了他越飛越遠所以說這到底會不會增加暈眩效果呢 完蛋了有帶考克 啊沒關係他放慢腳步了 他放慢腳步了非常好 快打啊 搖啊 搖搖搖搖搖 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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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感覺好像只是普通 會暈會暈 有效有效 有效啊 真的有效耶 太棒了太棒了 事實證明了 這種方法依舊有效 太棒了 以後抓風神異龍 我們要要回歸傳統 回歸傳統 好的 那麼這兩隻講完之後接下來我們重頭戲來了 老頭今天呢要去抓石像鬼 之前有很多觀眾看到我的影片說老頭你去抓那隻石像鬼CP是真的超高的 會吸血攻擊力跟這個血量又非常的厚真的假的 於是呢老頭了已經開始準備了 然後呢又看到一個 實況主呢 他做的影片好 他叫做紫雷兒 紫雷兒 紫雷兒呢他這個影片裡面呢有用 一個很神奇的方式 去抓這個 石像鬼 老頭看了覺得 哇 還覺得還可以用這個方法 大家都好厲害喔 哪像我這麼笨這樣子 啊 所以說待會老頭應該也會引用他的方法 而且他的方法很簡單 淺顯易懂 不需要任何的 規則 不是說規則啦 不需要任何的 繁瑣的複雜的這個步驟 只需要兩扇門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蓋兩扇 石子獸門就可以了 只要兩扇石子獸門就好了 好啊我們木頭不夠了 剛好外面有木頭 批 好 好我記得我的倉庫還有一扇嗎 上次做錯的嗎 剛好加這個兩扇 非常好 OK我們就帶這兩扇石子獸門出去 我們就可以去抓石像鬼了 啊不對 石子獸門我拿去做神器用的 多看點木頭吧 算了 多看點木頭 無所謂啦 多看一點 多看一點 哎呀 信猛龍啊 吃我的雷杖啦 蛤 蛤 是不是很 吼 吼 吼 要死了 要死了 燃燒了以後要補血的 補多少啊 喔喔喔喔 omg 我自禁了 我是不是批到自己啊 這個遊戲還可以批到自己啊 are you kidding me 我把自己批死了 這像話嗎 堂堂疑是英明老頭 死在家門外 把自己批死 好樣的 非常好 我只想要來砍柴而已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算了不管了 會把這會把自己批死嗎 算了 不要 不要批 我不敢了 好不想做這個測試 這個交給你們了 你們才是勇者 好不好 我脫骨子放屁 好不好 我 我怕 行了嗎 哥怕 啊 逃跑雖然可恥 但是很有用 這句話 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真的非常有用 我不是什麼勇者 如果你是勇者 你可能很快就掛了 我不想當勇者 好了 我們現在木頭已經做出來了 木頭做出來了 食之獸門 再弄一扇 總共要兩扇 好 那基本上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趕緊前往我們的 我們直接上去 我們阿根廷在那裡啊 我們趕緊前往我 前往我們的魔法森林 啊 前往我們的魔法森林 去找我們的石像鬼 好 廢話不多說 Let's go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回來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魔法森林 然後呢 大概老頭灌了半小時左右 終於逛到了我們的這個 石像鬼 看見沒有 那個一個石像在那邊 移動也不動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你靠近他 他就嚇你 所以說 我們先不要靠近 而且現在我才剛發現他 也不知道他幾等 所以說待會 我們在 先蓋好我們準備要捕捉的這個陷阱 之後呢 再去看他到底幾等 然後旁邊那隻石舊獸就不要理他 啊 石舊獸我們現在沒有要抓 首先呢 我們 要做這個陷阱 呃 必須要先 找類似像山丘的這種地形 我本來是看中前面那顆大山丘啊 不過這個大山 看起來 很危險 我覺得不太好 怎樣的危險呢 你又不知道那裡到底有什麼東西 要是過去馬上死掉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老頭可能會挑 就挑我們旁邊這一個吧 因為基本上我們要的範圍其實不用很廣 如果是 如果是比較大的當然是沒問題啦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因為附近的關係嘛 我們也就只能挑比較小的 我們挑看哪個比較安全啦 走這裡嗎 好啦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好了 好希望等下不要被咬 好希望不要被咬 好我們 我們的主動攻擊也不要設定了 就被動好了 不然等一下 被弄死 OK 剛開始呢我們現在想辦法挖一個 挖一個那個 道路喔 這個應該OK吧 好盡量能大概直接貫穿到對面是最好 貫穿到對面是最好的啦 我們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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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辦法一次直接貫穿到對面 這就之所以為什麼要兩扇門的原因啊沒有彈藥了 該死 好之所以為什麼要兩扇門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完蛋了我覺得我要跟廷門被咬 有沒有辦法先把帶進來啊 靠要霸王龍 欸啊你是 你是黃金秘境那一派的你跑來這裡亂串從啥 你有事嗎你回去你的黃金秘境哪 阿不就好家在 你又想幹嘛你又想幹嘛了 完蛋了我塞不進去 唉 事事難預料 而且這隻才20等耶 等下要低喔 可惡 好吧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既然這樣沒有辦法 我們就從這邊鑽下去吧 可惡我們偏偏這個時候沒有 霸王龍哥哥你可以離開嗎 他現在這樣子看著我覺得討人厭阿 怎麼辦 我們還是換別的地方阿 我們死相鬼在那其實 這個洞只要一挖開就非常的輕鬆 好我把我把引開好了 把這個北氣引開好了 把帶走把帶走 苦菜式交給我 他奶奶的秀 我現在要抓他也沒辦法啦 等級70才有辦法做鞍的東西 欸你去哪 你這是愛上那個地點了是不是 啊你是愛上那個地點了是不是 蛋了 這叫我暫時應該不會來煩我 我靠阿這邊真的超危險的阿 我沒有那個所謂的高山真的是危險到一個不行阿 我覺得我們先敲一個可以容身我們的阿根廷的一個地方好了 我是說真的 我先敲一個 好啦 我們接下來差不多也弄好了齁 我們只要稍微旁邊補一補就好了 其實旁邊補一補也是不太 也是不是很需要補一補啦 因為他們就是下不來啊 就這麼簡單啊 那我們基本上呢 呃老頭帶錯了 應該是說老頭要帶一隻無齒翼龍過來會比較安全 因為無齒翼龍體型比較小 才有辦法鑽過那個細縫 但是我帶阿根廷的關係 所以說 我可能 呃 我可能要想辦法就是 到一個地方要讓他卡住 這個就有點困難了 而且我石像鬼的體型這個地方 基本上他應該是過去吧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把門關起來 這樣子阿根廷出不出的去 我本來想說蓋兩扇門直通到對面啊 但是我又覺得說阿算了 因為直通到對面需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們就稍微一個簡陋的一個這個方式 看看行不行 如果他的體型跟阿根廷的體型是一樣大的話 我覺得就尷尬了 完了尷尬卡住了 哈哈哈哈 我們先引到附近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有沒有辦法直接鑽進來 沒辦法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射了 好不好 來來來 咱們來試一下 那石像鬼在哪裡阿 好看到看到了 這看起來體型蠻大隻的阿 喔喔喔喔喔喔喔 夭壽喔這個聲音 48級 OMG 欸石像鬼動作好慢喔 欸如果他飛進來我就死定了欸 哈哈哈哈 幹這個這傢伙如果真的飛進來我就死定了 賣喔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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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湯賣湯 賣湯賣湯 真的賣湯 他飛進來嗎 哈囉 見了 跑去哪裡了 我看到人 射 喔來了來了來了 他應該是不會直接鑽進來吧 希望不要 拜託 哈哈哈哈 求求你 不要鑽進來 欸 而且其實這個方法用在其他大型飛行蟲應該都蠻受用的吧 只要他不會遠程攻擊 我覺得都蠻受用的吧 挖靠 他開始打牆壁了 哇哇哇開著打牆壁了 你就慢慢打吧 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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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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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會死 會死 會死 快點!快點!不要!不要! 不! NO! 去了! 死去! 舒服 我的天啊 OMG 現在這情況非常的不優 好不好,非常的不優 這隻豹哥在這邊弄我 真的是有點尷尬 豹哥跑了 我的天啊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來,多射幾隻 管他了,反正這個陷阱 有做跟沒做一樣 他開始打上面的門了 啊!我又被打下來了 我可不想又死了 哇! 哇! 啊! 動作快! 動作快! 快點!快點!快點! 不要!不要!不要! 讓我上去! 喔! 廢物! 廢物!來啊! 就是要這樣抓你!來啊! 啊!不是很強 喔!暈了! 暈在外面不是很好欸 我到底做這個有什麼用啊 我覺得我們應該這個平台 要蓋更前面一點 而且我們至少還要再蓋一扇門 讓他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兩扇門關起來 這才是真正的優秀啊 好吧! 既然就在這裡了 呃...我們就只能 保證他不會受傷 不過我覺得有點困難欸 他暈在這裡啊 有點小尷尬啊 我蓋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啊 啊!沒關係! 人生總是有第一次 下次就懂了!好嗎? 謝謝你了!紫雷爾 你的方法的確不錯 但是呢 我只看了毛皮 差點吃大便 差點就死定了 然後呢 紫雷爾有跟我講過說 等他 二九一點再一次餵他的時候 效果會比較好 這是真的還假的 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只能 聽天由命了 看一下這個狀況 應該是不會有其他野生生物跑進來 好啦!不管了 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千五百多了 我們等一下一千五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丟肉了 三百的扣打給他課 應該至少如果以三十為單位 他會課十次 這十次應該會加很多吧 好!我們來測試 實驗一下 這有沒有辦法加很多 我現在開始 我現在一直不斷提心吊膽 你知道嗎? 這超怕的東西衝出來了 好吧!我們快一點我們快一點 好!有了!可以了!丟! 喔!真的三十一個單位喔! 喔!有有有! 可是有加比較多嗎? 我就覺得還好耶 只是一瞬間的感覺蠻爽的而已阿 哇!停了 好不好!我們可能要再稍微再等一下了 哈哈哈哈 吃十次還不夠 等一下1770會再吃一次 我覺得這個至少要再四口阿 兩秒 一秒 一秒 終於 啊!入手啦 大哥 我抓你抓得好苦阿大哥 哇!感覺帥耶 哇!速度這麼快喔! 難怪他們說CP值這麼高 快到一個不行阿 喔!按C間會回血 欸!有這麼作弊喔! 哇! 右鍵是什麼阿! 喔!左鍵是揮拳 嗯!不是有一招變十項的嗎? 嗯?嗯?嗯? 變十項的勒! 不是有一招變十項的嗎? 為什麼吃不出來 還是他站的不動久他就變十項 Q鍵 也不是 耶!我們到家了 十項鬼真的超丟耶 哇塞 這可以跟雷龍媲美嗎? 呵呵!還是不要好了 我靠我的天阿 你看這是我們的十項鬼 這麼多OP 可是他站在地上好像不能做攻擊耶 可以回血 阿怎麼變十項阿!不能變十項 打開物品欄 設置恭喜 我跟他設置成中立好了 他不能 他不能變十項嗎?我記得可以阿 好奇怪喔 沒關係這之後你們應該 可以告訴我吧 反正就到時候你們就會跟我講說 邋遢! 他可以變十項喔!我教你 對不對你們都會教我的 哇一七四 天堂之拳 按右鍵是直接一個推擠的動作 把他們推開耶 哇超強 一個超強 欸千萬不要對雷龍按右鍵會死得很慘 OK!我們終於辛苦抓到了這個十項鬼喔 以後就是帶他出門了 沒有別的別的任何意見了 就決定是他了 就決定是他了 而且還可以站在上面 好屌喔 還可以站在上面 那個紫雷爾有告訴我 這隻也可以拿來抓風神翼龍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有時間再來看看吧 好不好 那麼今天這一集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好不好 這個實在是太辛苦了 不過呢 很慶幸的一切都值得 我們抓到了 雖然我的神器我的捕捉 又一樣是沒有一個是有用的 但是呢 我是參考紫雷爾的 他的這個 捕捉方式非常的棒 各位可以去他的頻道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周方塊直接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方的影片 我們下方的影片 我們下方的影片